我妈就说吃虾一定要是男人帮你剥 所以我嫁给我老公之后 他如果不帮我剥我也不讲 他如果帮我剥我就吃 帮大S剥虾的那个男人换人了 大S和汪小飞在去年11月22日 宣告终结李李拉达的婚姻 在106天之后 小飞失职紧扣张盈盈 在大家都还在怀疑汪小飞是否出轨 准备喊打骂渣男的同时 大S就抛出震撼弹 甜喊欧巴官宣结婚 对象还是过境千帆皆不适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前男友 剧俊叶 只能用全网都惊呆来表达惊吓程度 八年吉深一定不认识 最终约是当年K-POP寒流十组 偶像团体酷龙的成员 1998年酷龙来台发展 在一场表演上认识了大S 他在2020年的节目上 也曾透露过这段往事 是 酷龙销 逗厌 和 逗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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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厌 逗厌 超 他也是屁股上的嗎這筆了 今30年12年 然後他說想要問我怎麼樣學韓文 當年有觀眾詢問大S的韓文怎麼那麼好 當然最快的方式就是教一個韓國男友 大S化身明媚展開攻勢 兩人交往之後 他花時間經營一國戀情 撒千買機票非韓國會情人 甚至腳上的刺青也藏有玄機 不過當年 劇俊燕已經是韓團偶像當紅炸子機 不認愛的態度讓一向有愛就任 敢愛敢當的大S很傷心 最後兩個人僅交往一年就分手 我去軍隊的時候 那時候我去軍隊的時候 在軍隊的時候 在軍隊的時候 新男大叔 大S也从美容大王当人妈 掰了前夫汪小菲 两个人就像上演了二见钟情 真人版童话故事 20年后修成正果 拒军夜 接受韩国媒体Star1的采访透露 他和大S已经20年 没有见面了 他在视讯中完成求婚 并在韩国先完成登记结婚的手续 也计划先来台湾 问候大S的家人 也要跟大S的两个孩子变熟 预计在台湾待两个月 再和大S一起回韩国 旧爱还是最美 在感情中总是义无反顾的大S 敢爱敢恨 在他生命中的每一个男人 在分手之后 也都留下满满的祝福 他做得还不错 他真的有蛮好的女朋友 从哪些方面来讲觉得还不错 包括 就是跟朋友啊 家人相处都蛮自然的 你说跟你的朋友和你的家人 是不是 所以你却 这个还蛮厉害的耶 你们没有什么大潮啊 没有点啊 就是应该就是缘分到了吧 没有 后来好像就 后来就出院宰宰是不是 这我就不当我事了 我对他的感觉 从... 从来没有消失过 我的天啊 好感觉喔 你不要乱接话 他只说那个虫字而已 好痛喔 不然是从什么 从以前到现在都一样吗 现在其实都一样 因为... 那很感人呢 不...我是说还没... 结束 还没...在一起是朋友 或是姐弟的那样的关系 发生什么事或是... 你说分手也好 但这个人在我生命中的地位 还是一样重要的 他在你身中都有一个位置 一定呢 好像跟我老婆聊天 就没见过一个人情绪 这么平和的人 我觉得 现在有发现不一样吗 现在也是很平和 但是平和的语气里带一点 杀气 杀气 人生不要托泥带水 尤其在感情上 千万不要以为 我是给你们金句 因为恋爱中 没有一个人会给你正确的答案啊 唱唱唱唱到我的心灵 嘴里里当初见识的理想 那心中唱完人情来唱 一定成功